欢迎到Brave,向东南亚最优秀的科技领袖学习,打造未来,学习过去,并在两者之间保持人性,成功绝非许言。 我是Jeremy A.U,风险投资家,连续创始人,哈佛MBA,科幻小说池,两个女儿的父亲。 每周,我们讨论创业新门,采访变革者,回答听众问题,并分享给人见。 加入我们有40千多名成员组成的运动,在www.bravec.com上获取文字记录, 资源和社区,保持健康,保持勇敢。 Jeremy A.U和Dita Schauer深入探讨了印尼近期经济政策的复杂性, 全面分析了这些决策如何影响企业和更广泛的经济。 杰里米和吉塔讨论了印尼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00%的新进口关税。 关税涉及鞋类、服装、纺织品、化妆品和陶瓷等多种产品。 吉塔提到,印尼贸易部长原因美国采取的类似行动来证明这些关税是合理的。 这表明了印尼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反应。 他强调了这些关税是如何通过增加中国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难度来保护本地产业的。 然而,他担心这种做法只能作为短期解决方案, 无法解决印尼经济中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吉利米指出,这并不是印尼第一次试图遏制中国进口。 去年,印尼曾尝试使用进口配额,但由于其复杂性而面临挑战。 关税虽然比较简单,但仍然会给供应链带来重大问题。 吉利米和吉塔一致认为,虽然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可以提供暂时的缓解, 但并不能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他们谈到了在印尼经商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吉塔解释说,印尼的商业环境充满了官僚主义障碍, 使企业的开办和运营困难重重。 他强调,提高经商的便利性直观重要。 例如,在印尼开设法人实体或银行账户使出了名的缓慢和复杂。 吉塔认为,印尼需要采取更加轻商的政策, 在不牺牲劳工权利和公平的前提下鼓励自由市场原则。 他呼吁摒弃二元思维, 即支持企业就是反对劳工或反对公平。 相反,他建议印尼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 即支持商业增长又支持社会公平。 随后,杰里米和吉塔讨论了政治意愿和有效公共政策沟通的重要性。 吉塔批评印尼决策者倾向于认为公众不了解情况, 因此不需要参与政策讨论。 他认为,这种心态导致了短期被动的政策无法解决长期问题。 他们提到,决策者需要轻易地传达他们的战略, 并与公众互动,以建立对长期改革的支持。 在民主制度下,这尤其具有挑战性, 因为领导人需要展示短期成果以确保选票。 杰里米补充说, 有效的沟通对于实施可能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政策至关重要。 讨论还涉及印尼最近的网络安全问题, 其中包括一次严重的勒索软件攻击, 数百万公民的数据遭到泄漏。 吉塔描述了黑客最终是如何归还数据的, 因为政府对处理这种情况毫无准备。 这一事件凸显了在技术和安全方面采取更好的网络安全措施和进行有效领导的必要性。 杰里米和吉塔强调了任命知识渊博, 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领导人的重要性。 他们还讨论了网络安全事务对公众信任和治理的广泛影响, 强调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来实施必要的改革。 杰里米和吉塔谈到了佐克为总统将两万七千多个政府应用程序 整合到一个更加精简的系统中的举措。 此举旨在减少冗余和提高网络安全。 吉塔解释说, 仅一个部位就有五百多个应用程序, 导致效率低下和安全漏洞。 去年,政府在创建新应用程序上花费了约3.86亿美元, 这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一致认为, 整合这些应用程序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意愿和有效的实施。 杰里米提到, 负责这项任务的新机构印度尼西亚政府科技局 GOTAT Indonesia 从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中汲取了灵感。 杰里米和吉塔还讨论了中国公司迁往印尼的可能性, 印尼私营部门的任性, 简化官僚机构繁文入节的推动力, 改善经商便利性的重要性, 以及在不损害劳工和公平问题的前提下, 营造更加轻商环境的战略。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Brave.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hare the podcast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 would also appreciate you leaving a rating or review. Head over to www.bravesea.com for member cont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tay well and stay brave.